记者吴博伟台北报导,中国的太空站天宫一号可能在今年内坠落地球,虽然中国的航太专家强调天宫一号将落入指定海域不会危害地面,不过欧洲太空总署ESA仍警告天宫一号残骸落点的范围,包含台湾、纽约、东京国家太空中心表示,已透过轨道模拟燃体掌握情况。 中国的天宫一号于2011年9月29日发射升空,先后曾与神舟8号、9号与10号对接,并于2016年3月16日正式终止任务,飞行高度并以每天100公尺左右下降。 欧洲太空总署日前发布消息表示,天宫一号可能将于今年内坠落地球,范围将在南尾43度至北尾43度之间,台湾、纽约、东京和北京等地区都在危险范围内。 国家太空中心副主任于宪政说明,太空站坠落并不是在一时半刻间就会发生,而是一个长期的动态过程。 厨艺的太空站会持续沿着原本的任务轨道持续绕行并接近地球,在进入大气层后产生裂解并坠落地面或海中。 于宪政指出,天宫一号的绕行的轨道速度都是固定,因此太空中心已从前天起透过模拟软体分析相关数据掌握情况。 ESA将台湾、东京甚至纽约列入残骸落点的范围。 于宪政认为这只是可能性,因为目前天宫一号与大气层仍有一段距离,因此无法断定天宫一号坠落的时间与地点。 任何预测的可能性都需持续观察。 于宪政并以2001年俄罗斯的和平号太空站坠落地球为例,虽然事前也有许多坠落地点的预测,但是确切的坠落地点大约是在坠落前一个多月才能准确掌握。 于宪政说明,太空中心的模拟系统将会持续运作。 分析当天宫一号距离大气层越近,可以分析的数据资料越充足,届时将可更精准推论出碎片坠落的时间、地点及范围。